从20世纪初 芝加哥就一直掌控着北美的贸易 便利的铁路和公路交通 快捷的航空服务 和当今高度连接的互联网络 使芝加哥成为欧洲、亚洲、美洲贸易的核心 难怪芝加哥被称为工作的城市 现在的芝加哥是全球贸易的中心 是一个强有力、多元化和富于创新的国际动力 芝加哥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5000亿美元 是财富500强中30家企业的大本营 是世界上排名前6位的大都会经济体 《经济学人》杂志 形容芝加哥为全球贸易成功的典范 这个成功 每天来自于450万不同文化背景的芝加哥人 辛勤的工作 他们使用130多种语言 确保着从家庭小公司到国际大企业的成功 事实上 芝加哥地区商业和工业的多样性 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多元化 也因此是最富反弹力的经济体 当芝加哥的雇员们需要旅行时 他们可以从两个国际机场 通过直航航线到达149个国内和65个国际城市 芝加哥经济创新的动力 来自这里顶级的大学和商学院 他们年复一年 培训着全世界最有才能的人 使他们成为明天的领导者 芝加哥不仅是工作的城市 它还是高校工作的城市 的